怎么 怎么又是你啊 刘依啊 你回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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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酒 上别地喝去吧 我们这儿都关门熄火了 我要知道是你 我就不开门了 不开门不行 我今儿晚上住这儿了 不成 你不能醉酒闹事啊 咱们这小酒馆可从来不令人住宿 你要是真喝多了 我送你回家去 曹慈啊 我可告诉你 不能哄客人 你要呼我走 我可真走了 我要走了 一会儿可没人救你 你这酒后说家话呢 我要你救我干嘛呀 你知道刚才坐我边上那人是谁吗 谁啊 凤阳县县令 周叶城 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那话 他能饶得了你吗 我可是说了 他那都是酒后的瞎话呀 他管你实话瞎话呀 他一定饶不了你 你不是喝多了来 吓我的吧 你看我像喝多了吗 不信你等着瞧 一会儿就来人抓你 这 怎么办呢 那 那你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你们俩不是一会儿的吗 对啊 我呀 我是京城来的 我叫刘伯温 刘大人 刘大人 你救救我吗 起来 起来 你来吧 刘大人 您的官大 他要是派你来抓我们 你一定能押住他们 把他们支走不就行了吗 对 一会儿啊 他们来人 肯定是要把店主带走 好 你就跟他们说 你说这店 是我跟他一块开的 让他们把我一块领走就完了 这 这就在哪成啊 咱们怎么能连累大人您呢 救人 你看 你不是让我救你们俩吗 对不对啊 刘大人 我都说了 他那是酒后说瞎话呀 实话 瞎话 我知道 开门 开门 是谁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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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谁是店主 我是 我是 我是曹寺 把你曹寺曹我 你可是店主吗 是 我不全是 少废话 是就是 走上 不是 我说不全是 意思是 这店主不是我一个人 对 还有他呢 对对对 那您一起带走 走了 快点 进去 进去 等着明天宪太爷替堂 请问皇上派来的戴大人住这儿吗 是 您是 在下汪文 是黄庄乡礼政 这位就是我们戴大人 戴大人 我代表黄庄乡亲接您来了 您这都穿戴整齐了 咱们上轿吧 稍等片刻 我去跟刘大人告个词 好好好 好好好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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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大人 哎 刘大人呢 不是又在睡懒觉吧 你们昨天晚上去什么地方了 今天就睡起懒觉来了 昨天晚上出去了 就没再回来 啊 什么 没回来 莫不是 老夫都问不出口来了 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 正好碰上仙太爷寻意 难道 这刘大人真的去了 坏了 碰上擦丝肠的了 您说什么呢 戴大人 哎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刘大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原来大明朝的官员 just剩下我一个老骨伴了 戴大人 您越说我越迷糊了 什么都别说了 快告诉我 刘大人现在在哪儿 在县衙呢 没准儿啊 现在正在县衙提堂呢 你看 是不是 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纯粹在考验我的想象力啊 哎呀 大爷大人呐 跟我们走吧 不能走 哎 旺门啊 你们室友接我的轿子吧 是啊 快 备轿上县衙门 上县衙干啥 上县衙门大堂 先去救济衙 麻烦再去黄庄啊 好好 我听您的 走 哎 你怎么不走啊 看来你是不着急啊 啊 快走啊 走 这不是果乱吗 这不是黄庄的李正光吻吗 是他家取亲吗 这轿子里的新娘漂亮吧 谁知道 是啊 这这手 这手几块啥的贵啊 不连不连啊 这怎么选的呀这 是啊 怎么选的呀这新娘在哪儿呀 没听说 不是咱们周围村子呢 估计远道来呀 哦 是吗 这李正啊 怪有印啊 去媳妇整的还挺实的 可不得 还帮门啊 怎么说 是娶新娘的 哎呀咱们黄庄啊 只有一个花轿嘛 大人 只能请您将就做了 好 快点去看一看 这没见过 来 坐下 坐下 好 好 戴殿主 为悟 你 你 你 给我跪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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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电主啊 他先一边站着 曹四 你抬起头来 你还认识我是谁吗 认识 您不是县老爷吗 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 你不是说 只有在县大堂打板子 才能认识我吗 除非 来人 拖下去 打二十大板 别这样 别上来就打板子呀 你也想吃板子吗 你这上来不问青红皂白 上来就吃板子呀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们这些 刁民奖礼的地方吗 来人 拖下去 一块打二十大板 你是什么人哪 敢在这咆哮公堂 周叶成 是你咆哮公堂 还是我咆哮公堂啊 刘 刘 刘大人 怎么是您哪 哪个王八蛋 把刘大人锁拿来了 还不赶快给刘大人开锁 周叶成 知道本官是谁 下官当然知道 您是堂堂的玉石终成刘大人哪 还有呢 还有 您还是 您还是皇上派来凤阳的 巡查钦差呀 好 知道就好 那咱们就等皇上来 当着皇上的面 瞧见没有 你把这给我摘了 刘大人哪 刘大人 语 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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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大人 戴大人 周叶仙 周叶仙哪 报告大人 京城来的戴大人要闯公堂 周叶仙 你好大的胆子哪 你竟敢做拿朝廷清拆 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戴大人 碑纸纯属是有眼无珠啊 可不 你怎么把他给锁上了 戴大人 看在昨天 我经过您几杯酒的份上 您帮我劝劝刘大人 让碑纸把那锁给他开开吧 我说刘大人哪 见会儿就收吧 您也敢反省一下自己 行为是不是有所不检点呢 而戴大人您说什么呀 戴大人 刘大人没有行为不检点 完全是下官的误会啊 刘大人你看 他还替您说好话呢 开开他肩 刘大人就瞎吧 戴大人 我发现什么事到您嘴里 都是胡吃麻花蛮拧 我不管蛮拧不蛮拧的 咱们捅殿为臣 到凤阳来时各有药物在身 我不能看着你瘦回去啊 谁能委屈我呀这个 不委屈怎么带上锁链了 快 给刘大人开锁 刘大人他不让我开呀 不让开 你看看 工厂之上 县台跪着 朝廷大臣双手带着锁链 这成何体统啊 这不怕别人笑话吗 刘大人说了 得等皇上来 当着皇上的面 让我给他开开锁 刘大人哪 你这不是为难别人 也为难自己吗 这儿就咱们三个人 这刘大人哪 官最大 他又不听咋的呀 李成长不是在凤阳吗 你把李大人叫来 不就结了吗 这这 这 弄什么呀 快去呀 你就是跪烂了膝盖也不管用啊 卑职不敢去 我哪儿有脸见李丞相啊 这事是我惹出来的 现在就这一条路了 快去呀 刘大人 我能起来了吗 谁让你跪这儿了 好了啊 刘大人这儿话 就是你可以起来了 快 快去找李丞相 快去呀 那我去了 快快快快 刘大人 我可以回家了吗 刘大人 我可以回家了吗 小杨案子不是结了吗 现在也把你找来 这案子还没闪得 怎么叫结了呀 你呀就等着李丞相 是李丞相吧 你呀就等着李丞相 你呀就等着李丞相 咱们来个三堂会神啊 不是 昨晚您不是都在场吗 你还是什么呀 咱得神神 你倒是酒后吐真言哪 还是酒后说瞎话呀 刘大人 那您说 我是说实话 还是说瞎话 行了 就说到这儿吧 我可不跟你穿过 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啊 李 刘大人 昨天晚上 你没战定桃仕纠纷啊 戴大人 您这说什么呢 什么桃屎 什么色都没有 您就别跟这儿裹乱了啊 我也是为你好嘛 我知道您为我好 好 来来来 您过来 过来 过来 耳朵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此前我曾经警告过你 刘伯温这个人最善于给别人下套 我是千叮宁万嘱咐 让你接待他的身要如履薄冰万分小心 结果呢 你还是中了他的套 中就中了吧 你还非得把我给扯出来 你以为他刘伯温愿意带那锁链吗 他就是等着你把我扯出来呢 丞相大人 不是我要找您 是 是代大人让我来找您 他说 您管最大 此事非您出面才能解呀 丞相大人 您可要救备执一命啊 丞相大人啊 行了 哭有什么用 不论您 你为什么要审曹司 他犯了损坏官府名誉罪 那好 那咱就拉着刘伯温 与同来审曹司 审的时候 要义正辞严 站起来 过来 还得我告诉你怎么审 伙儿上来 明白了吧 我怎么越踢越糊涂啊 他周月城为什么回过头来抓曹司 你又为什么跟着曹司一起被抓 我不明白 不明白 行了 您也甭弄明白了啊 代大人 这儿乱 您还是先走吧 等皇上来了 真相大白之后 让您大开眼界 赶紧吧 赶紧 代大人 咱们走吧 看样子 这儿是不需要我了 本来就不需要您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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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曲袖的花轿都来看热闹来了 不是 是黄庄派人来接待大人来了 曹司 官府究竟发给你多少银子 一 二百两 二百两 你看看 这上面是你按的手印吧 老爷 我不认字 您给他听 是 找曹司 此户发放官银二百两 收款人曹司 下面有手印 让他自己看看 是不是他的手印 来 看看 上面写着 发放官银二百两 这是签名 还有手印 是我手印 没错 那你为什么 那会儿又说 官府只发给你一百两银子 是啊 大胆的刁民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这 这不是喝酒引起的吗 大人 您不知道 我这个人吧 不喝酒 喝酒不一样 比如说 不喝酒 我是你儿子 一喝酒你就是我儿子 什么 胡说 问你银子的事呢 银子也是一样啊 不喝酒二百两 一喝酒一百两 酒和土真盐吗 什么什么 你 你 你再说一遍 怎么 不对吗 错了 错了 小子 我 我是酒后说瞎话 瞎话 这瞎话是你随便说的吗 来人 投席去打他二十大门 是 慢着 李大人 那账本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了 一切都是透明的 拿个刘大人看看 好 好 曹寺收到官银二百两整 下边有手印 账上没错啊 怎么 刘大人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要不这样 拿个印尼还有白纸来 让他重新按一个手印 手印也没错 那行了 既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刘大人 您看这二十大门 是该打呀 还是不该打呀 打 当然是该打呀 等会儿 我问问他 曹寺 你是黄庄的户口吗 是啊 以前叫孤庄 这黄庄是皇上赐的名 李大人 周大人 皇上的老乡 这顿打 免了吧 曹寺 刘大人都替你说情了 还不敢回谢过刘大人 谢刘大人 谢李大人 谢老爷 听我说啊 既然你喝了酒有着毛病 以后不要再喝酒了啊 大人 我再也不喝酒了 再也不喝酒了 你回去吧 给他开锁 好 二位大人 周大人 备饭了吧 早已安排妥当 那我和刘大人 就在这里用饭了啊 好好好 刘大人 我们好好喝几杯 也为你压压惊啊 哎 李大人 我有什么惊啊 恐怕是有些人 心里头不太踏实吧 好 丞相大人 宫中传来快报 皇上拦驾三日后到达凤阳 令凤阳周县官员准备结架 知道了 周知县 大人 皇上要铸臂凤阳 行宫布置都准备好了吗 君已准备妥大 就等着赢驾呢 好 这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要做到完美无缺 是是是 刘大人 您能把账本还给卑职吗 周知县 皇庄所有发放的官银 都在这本账上吗 都在这本上 好 现在我这儿放两天 这 刘大人要 就让他拿去吧 查账 那是皇上给他的权利 人家寻查钦差呀 可是刘大人 还没用饭哪 对对 不用了 怎么回事 我怕酒后再说了瞎话 是吧 这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一上来就把账本扣下了 来者不善哪 怕什么呀 你不是说这账本没问题吗 账上是没问题呀 他就是把账本看穿了 也是滴水不漏 那你还怕什么呀 就是 走 吃饭去 走走走 请 驾 驾 刘大人 您算什么呢 还三天 三天怎么了 三天以后皇上驾到 是啊 咱得准备迎驾呀 是啊 迎驾你不得准备一份厚礼 咱 咱这儿也没什么厚礼啊 哼 你看这厚不厚啊 啊 哈哈 走吧 唱乐来 唱乐日来 唱乐炰 唱乐15 刮红灯 光灯光在那大霉外 但等八哥回庄来 曹寡妇 曹寡妇 五哥牧羊调 什么时候改成八哥了 皇上小时候的名字叫朱崇巴 当然叫八哥了 朱崇巴这个名你也敢叫 我知道他现在叫朱元璋 朱元璋你也不能叫 任何人都不能对他直呼其名 这叫会 你懂吗 谁胆敢直呼其名 就犯了杀头之罪 你不懂 九月里来 秋风凉 八哥 怎么还八哥八哥呢 你你你 您才不懂呢 我不懂 谁懂啊 方圆百里就我一个秀才 哎呦 这事您就别再打听了 他懂的 他 他是谁啊 庄月里来 曹寡妇 先生 我弄不明白 这不就是凤阳县发放银子的账册吗 怎么就成了给皇上的后礼了呢 这个呀 你弄不明白 它就是一本账册 你弄明白了 它就是一份后礼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您弄明白了吗 没弄明白 你看 刘亿 骑着我的毛驴 到周府把不证实许强给我请来 让他骑着马来 要快 是 慢着 还有什么事啊 回来的路上顺便去趟小酒馆 把曹寺一并叫来 明白 一会儿啊 汪里正把戴大人接来 你们三个到祠堂听他的问话 好 好 戴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对对 什么样的人呢 我也没见过 线上通知说是个大官 应该有把年纪了 大官 你怎么也来了 不是打听皇上小时候的事吗 我知道的多呀 好 你也参加 这个姓戴的 这是管什么的官啊 他的官名叫 启君石禄关 启君 望闻解义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到晚上睡觉 皇上一言一行 他都得用笔记录下来 那他得记多少啊 是 记多少 皇上说话得记吧 按我说 得记 均无戏言 皇上说的话 句句都重要 一个字都不能漏 那吃饭呢 吃 吃饭 按我说 吃饭也得记 您以食为天哪 皇上是天 老百姓吃饭 就是为他 那他吃饭 是为了谁 他吃饭是为 是为上天哪 皇上是 皇上是上天之子吗 老秀才我问你 你是咱庄里最有学问的 按你说的 这皇上呢 吃喝拉撒睡 他都得记啊 是啊 是是 记不记 对啊 按我说 都得记 都记 要不怎么叫 起聚石鹿关呢 石鹿 石鹿 就是实实在在地 记录下来 你说吃喝得记 那拉撒呢 那记啥呀 皇上拉了三个金带 撒撒了两户一 真是 按我说 都得记 比如说 那天皇上跑肚子了 一天上好几次茅房 说明龙提欠价 接下来 赶快喊太医 放药啊 对对对 那皇上要放个屁呢 放个屁 放个屁啊 那怎么了 这倒是为难我了 按我说 得这么记 某年某月某时辰 皇上高耸龙定 鸿轩宝气 一系丝竹之音 仿佛射蓝之位 或如雷霆 声动天地 我的妈呀 你学问真是大呀 一个屁 放出这么大学问了 你真是 他太有才了 一般的 想死人了 学生卢骂 多亏亲生相救 学生感激不尽 不说这个 以后咱们再叙旧吧 我问你 周知县给你的 皇庄新登记户口册 你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这就是 您看 你是怎么就得罪了 周知县呢 学生并没有要得罪他 他说他为皇上当差 学生也是朝廷命官 也是给皇上当差呀 那他怎么会急着 向皇上要告你的状呢 非要治女死地而后快呢 只要我加了印 他那新造的 皇庄户口登记皇册 就能上报 户部藤录 再加个印 然后 便可送到 玄武湖黄测库 把原先的黄色 替换下来 我是他的第一道关卡 他一定又让我 在这新户口部上加印 我说 得我亲自到皇庄 一户一户查问 然后才能加印 那他为什么 不让你先核堆呢 他说 皇上不认卵驾返乡 时间紧迫 以应事宜 当需雷霆万军 受我百般刁难 延误圣域执行 他帽子扣得太大了 他越是催办 我越是怀疑 其中可能有猫腻 先生 我也是赵章办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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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带大人来啊 带大人 带大人 带大人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带大人 辛苦了 带大人到 你们两个把带大人 搀扶到祠堂 是 快 快 带大人 带大人 辛苦了 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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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大人 带大人 请 别说啊 别说啊 带大人 我看着有这么老吗 等了很久了 带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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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呀 是我从玄武湖黄测库抄来的副本 你呢 火速赶往黄庄 新本旧本对照核查清楚 好 先生 小酒馆关门了 门上还贴着转租告示 曹寺一家不知去向 嗯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曹寺啊 一定是关了门回黄庄了 你火速赶往黄庄 我即可赶到 咱们分头调查 是 你是问皇上的龙体吗 龙体健康 健康得很哪 是啊是啊 皇上他有几个玩儿 玩儿 什么是玩儿啊 带大人 他是问皇上有几个儿女 对对对 对对对 有二十六个皇子 十六个公主 一共啊 四十二个儿女 四十二十个呢 那皇上要多忙啊 那皇上忙得很哪 那是皇上情政 废请忘食啊 哦 生这么多娃 那得要多少个女人给他生啊 就是了 过来吧 多少女人 有 三宫 六院 七十二嫔妃 嗯 啊 没守过 没守过 那说不过来啊 是 呀 那你不是都要那个路吗 这你就误会了 这种事情啊 皇上不让我记录 那 你总知道 那皇上家 那得多大个炕 这老娘子 楼子啥呢 怎么那么多人住呢 哪 可不得扛大点 要不说女人就想得戏呀 戴大人 你说说 说说我们听听 戴大人 你说说 说说我们听听 究竟是你们采访我呀 还是我采访你们啊 您采访我们 您采访我们 你们 你看前面那山 过节就到了 皇上的老屋在村东头 皇上是晚上出生的 那天晚上 村西头的老雀头 从天里回家 天已经大黑了 老雀头看见 皇上老屋上面 火光一片呢 那不是火光 那是红光一片 真好 我要的就是这个 皇上出生的夜里 路在哪 屋顶上空 红光煮烧 黄黄要天机 对了 大人 老倔头他后来还说 他过去一看 是皇上老屋 隔壁人家牛棚 失火了 这个 这个就不要进入了吧 这不进了 红光是确有其事 这就是皇上登基的预照 至于红光是何处而来 那就不用记录了 不是说实实在在记录吗 对呀 那你就不懂了 记录皇上以前的事情啊 要去出取经 好了 去出 再想一想 还有别的什么啊 龙兴之地 龙兴之地 他从小就是一条龙啊 从小就是一条龙 对 有了 有一回我砍柴 砍破了手指头 直流血 皇上就用他的龙舌 填我手指头上的血 真神了 不愧是龙舌 当时血就止住了 第二天伤口就长平了 这就真神了 真事 还有呢 这个 你不说他从小 就是一条龙吗 我记得 他还用龙爪 捏过我的 捏过 什么呀 对对对 说 捏过 不好说 说 你说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说 龙岛所到之处 是 好大张光啊 对对对 你照实说 捏过什么 说 你说嘛 捏过我的 脸蛋 真不好意思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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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曹寡妇 你胡扯些啥呀 你真是 别叫曹寡妇 我有名字的 叫翠花 翠花 翠花 什么翠花 大辈子都没人叫了 翠花呢 我告诉你 当初皇上就爱叫我翠花 停 停 嗯 这件事就不用记录了啊 这叫去尾存真 驾 驾 驾 哦 这么说啊 早在二十几年前 当皇上十四五岁的时候 就已经在玉玺怎么当皇上了 是啊 是啊 帝大人 那皇上小的时候啊 常常朝土堆上一坐 整一些棕树叶 扎在嘴上 当做胡须 再弄快车腹板 顶在头上 算是太平观 他说他是皇上 我们都是他的文武大臣 让我们齐齐地跪在他的面前 还行跪九寇头呢 童声高喊 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啊 好啊 龙兴之地 真是龙兴之地啊 自古圣贤初 那时必有先证 啊 说明当年皇上 对如何当皇帝 那是无师自通啊 无师自通啊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啊 老夫此番来到皇庄 那真是 收获颇丰啊 哎 你们再想想 还有什么事迹 可以提供的呢 还有什么呀 你还记得吗 比如说 嗯 皇上小的时候 就有取代元朝的雄心大志 那元朝的旧官 他能做事不管吗 大人 有一件事 不知道您该不该记录 嗯 讲 有一回啊 地主刘德家 丢了一头小牛犊 还告了官 哎哟 你扯这事干什么呀 说他干什么呀 别别别 说 让他说下去 那丢牛的事 跟皇上有关系吗 有关哪 当时皇上 就给刘德家放牛 这刘德啊 这刘德啊 还硬说咱们八个孩子 把牛抓走了 杀了吃肉 为此 献牙 行私 还露了口供呢 这 这可是大事啊 啊 这是迫害 可那牛犊 是 是被咱们烤了吃了 你胡说什么呀 没有 你这是 哎 你们再想想 那牛犊 它到底弄到哪儿去了 那 那 你说呀 弄哪儿去 那牛犊去哪儿了呀 你快说呀 你就不该说 那你们说 究竟是该吃 还是不该吃啊 哎呀 这还用说吗 他不该吃啊 就是吃了 也得说没吃啊 哎呀 哎 赶快收拾笔墨指页 姿势体大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哎 你们说 当年 是行私派人 给你们露口供吗 是啊 对 我们每个人 都挨了十几棍子 一大棍子 可疼了 我们就全招了 这丢牛的第二天 皇上啊 就到了黄绝寺 出家当和尚去了 哎 那是佛祖显灵 避免天子遭受皮肉之苦啊 好 你们现在带我去找刘德 啊 呆大人 现在找不到刘德 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这他早不失踪 晚不失踪 怎么我来了 他就失踪了呢 呆大人 这事跟你没关系 皇上圣旨上提到那个人 皇上说 再也不想看到的那个人 他就是刘德 哦 哎呀 他听说皇上要来 吓他 不知道多拿去了 皇上 不光是为这事 皇上的父亲死了 没有地方安葬 他刘德 不但不肯借地 还把皇上赶跑了 您说 这皇上能不恨他吗 是啊 皇上 在庄上没仇人 要说有 就刘德一个 是啊是啊 是 那皇上圣旨上 也没有说啥刘德呀 哎 皇上没有明说 咱揣摩皇上的意思 就是要他死 有道理 不想再看见他 就是要他自个儿消失 对 说得没错 庄上的好多人啊 都轮流拿着斧头 到他家门口晃悠 他都快吓死了 没错 可不是吧 你们可真会揣摩圣意啊 不行 咱们得回县城 把当年行私问案的笔录 找出来 我要替皇上平反 备交 回县城 戴大人 备指凤阳不证石许强 到皇庄核查户籍 往回县城有急事 你就忙你的吧 好 那位是皇庄里正汪文 在下便是汪文 我这儿有两年前 送的黄色裤的户策 和今年发地发银的户策 请您带我一家家的核查 请 请 这戴大人怎么走这么急啊 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你就别多嘴了 这儿没你事你走走走 你瞧你 扯出那头牛的事干吗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你们两个真是的 带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 带大人 带大人 采访得如何呀 收获颇风 收获颇风啊 好 圆满完成任务 尚未圆满 尚未圆满 还有一件事情 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啊 还要回城去查 您下莫急 老夫这回呀 要给皇上平反 伸张正义 越说越邪乎了啊 有这么神吗 我想给你透露一点啊 有关排开孩子 和一头牛的事儿吗 刘大人 告辞了 喜叫 来 先生 别愣神了 咱走吧 八个孩子一头牛 刘夷啊 你以前以乞讨为生 又道过凤阳 唱过凤阳花鼓 你知道这首歌谣吗 八个孩子一头牛 当然知道了 八个孩子一头牛 日约统兴朝九州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不过好多小孩都会唱的 这童谣啊 遇事皇上要得天下 这怎么讲啊 你想啊 拔个孩子一头牛 这牛底下是个八 这是个姓啊 这不是猪 皇上的姓得会 还有日月同行 什么叫日月啊 日月搁一块那不就是明吗 这不是说明一个新的朝代 要出一新的皇上吗 可大明皇帝已经当上了呀 代大人还说凭什么反呢 他呀 他估计又拧巴上了 走吧 你瞧 从玄武湖黄色库去回来的户口本 是两年前登记的 黄庄 那个时候叫姑庄 共计二十六户 现在这本新的户册 是四十六户 这两本户册没有变动的 是十六户 十户分家 乘二十户 还有十户 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十户啊 十多年前全家人逃荒在外乡 听说皇上要赐地赐银 才返回了家乡 这些回来的人当中 有大伙认识的老人吗 没有 老一辈啊 都在几十年逃荒路上死了 回来的都是儿孙辈 反正能抱上祖上的性子 你没查问他们在外乡的住所 有的已经在外乡定居了 听到信才迁回的 有些说在外乞讨为生 居无定所呀 你没问那些回迁的 原来在哪县哪村 两年前全国登记户口 在那儿有没有户口本 那个没有 县上派车把他们拉到庄里 根据他们所说祖上的名字 把他们带到十几年前 没有人住在破房子里 还没进门 就趴在门槛上痛哭流涕 你说 你怎么忍心盘问呢 这样 这十六户没有变动的 不用查了 其他十户分成二十户的 十户回迁的 你带我一户一户的 去核查清楚 老板 你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两个真倒饭 你会怎么就那么巧呢 他买了米扭手就走 没看到脚底就给踩死了 小叔呀 人家 这鸡呆点不是地 是 那你说该带到哪儿 这儿有你什么事啊 该干吗干吗 就放了人家吧 买点粮食不容易 你就算做点山元食 这山元事你怎么不做啊 你们拿出银子来 放他陪我这鸡不就完了吗 老板 你行行好吗 我们全家老小 都指着这口米吃饭呢 少配话少配话 拿钱来 老板 我现在没钱啊 我宽限几日 我再给您筹钱好不好 这米 我这是救命的米啊 老板 求求你 放过我吧 行行行 你这起来吧 给我倒回去 你得赔啊 不赔你走不了的 老板 我真不是故意的 老板 老板 我求求你了 我 你说什么屁话 老板 行行好 老板 这米还给我吧 怎么了这是 你给你没钱别想走 可怜哪 刚从这米店老板那儿 买来这点米 拿钱 一会儿的功夫 就把人家鸡都猜死了 要我说啊 就是一只小鸡 也是它倒霉的 人要倒霉啊 喝两水都塞牙呢 我这芦花鸡鼎鼎鼎有名 能长到八斤 一斤五十文 刚好四百文 你还欠我二百文 写一个资讯 明天一早 你给我乖乖送过来 老板 我也是不小心 我不是不想赔 我实在是现在陪我 乖不出来啊 要不这样 你先把二刀米给我装上 回头等秋后 我打了粮食 我再把四百文钱 给您送过来 这不行 四百文钱 明天一早你给我复兴 一个子也不能少 老板 我踩死的那只鸡 才一斤哪 什么 可是你踩死 人家鸡也不能不赔呀 就是就是 您是哪位啊 他是京城来的巡查钦寨 刘大人 刘大人 听听听 你们都听听 京城的刘大人 都这么说 你这芦花鸡能长到八斤 是是是 是能长到八斤 俩月就能长到 我们家有一只长到九斤多 他不是刚才给了你二百文了吗 对对 剩下二百文我替他垫上 谢谢刘大人 来来 起来吧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不是 你不是说一文都不能少吗 来 刘一给他 谢谢 谢谢 等会儿 等会儿 别走啊 账还没算完呢 还 还有账 不是你的账 是他的账 我 我的账 我问你啊 你这只鸡要他赔 让他算了八斤重的鸡钱 也就是说呢 相当于他花四百文 五十文钱一斤 买了你一只八斤重的鸡 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可是你这只鸡呢才一斤 他得长到八斤才能卖这么一件 就是吧 可是他要长呢 他就得吃米 没错 没错 对啊 是 是 有这么句老话呀 叫金鸡斗米 什么意思呢 说这鸡啊长一斤肉 要吃一斗米 大伙儿听说过吧 没错 听说过 金鸡斗米 金鸡斗米 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金鸡斗米 养鸡的都知道 对对对 我呀 来一句公道话 你这鸡算一斤 对吧 你让他赔八斤 这中间还差七斤 这鸡长到七斤呢 他得吃七斗米 你给他撑七斗米 让他背走 你们俩两情 不 不 这不不不 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他就是没踩死我那鸡 这四百文 也只能换四斗米啊 你看 这不是按你的算法吗 对不对 这这这大伙儿觉得公平吧 公平 刘大人最简合理 两边都合理 对对对 真合理 对对对 谢谢刘大人 谢谢刘大人 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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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刘大人了不起 是呀 这还差吗 刘大人都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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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大人了不起 对 刘大人 谢谢刘大人 刘大人 你起来买 大伯您起来吧 走走走走 快回去吧 对了大伯 您先别走 那鸡叶是银花钱买的不是 回去还能添个荤菜呢 对了 给大伯把鸡装上 快 快点 你把鸡装给人家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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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这帐策您在县城里没看够 到这儿还看呀 得看明白了才行啊 要我说 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呀 每户户主下边都有手印 每户收到二百两银子 一共四十六户 去掉刘德一户九千两 户部发放的总数也是九千两 张堆子上明明白白的呀 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那你凭什么敢肯定 他们就真收到二百两呢 那曹寺为什么喝了酒之后 说他只收到一百两呢 常言道 酒后吐真言 谁听说过酒后说瞎话的呀 老来的古话 他不是谁都编得出来的 怎么着吧 快到上午了 村上啊 一会肯定设宴招待咱们 你去设法把曹寺引出来 让他接着喝酒 对 再让他吐一回真言 让他这回全吐明白了 这事你去办 我不能出面 他们对我有警惕 对了 告诉汪文 找几户分了户的户主 他这个事出问题 一定出在分户上 告诉汪文 让曹寺自己来 别带着他媳妇 好 我明白了 去吧 你们家签回来多久了 回大人 回来三个多月了 这不新盖的房子 东边还有二十请地 皇上没离呢 都是皇上的大恩大德 要不我们只能做他乡的 有婚野鬼了 你先别伤心 我问你 你签回来以前住哪儿啊 这个 我的爷爷可怜 在桃黄的路上就饿死了 我爸爸两年前也死了 你不是说过 你后来在一个村庄定居了吗 我的爷爷呀 可怜啊 对不起 咱们这几家 都是分户的 这是我弟曹石 咱们一户 变成两户了 这不是废话 谁不知道咱哥俩 来来来 喝喝喝 来来来 喝喝喝 你瞧啊 给你们安排个客人 客人没到 你们倒先喝上了 那 您没说清楚啊 我们一直在等您 还以为您不来了呢 来来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我还要陪许大人呢 这样 这位兄弟啊 就留在这儿了 好啊 大人贵姓啊 他不是大人 他是大人的跟班 姓刘 刘老弟 千万不要怠慢了 好嘞 您放心 刘老弟 里边请 多谢 来来来 请请请 来来来 请 来来来 请 来来 我给你买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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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我怎么看你面熟呢 你是不是去过我们家酒馆 喝过酒啊 是吗 不知道 县城这么多酒馆 咱哪家没去过呀 是啊 这遇到豪爽了是吧 来来 喝 来来 喝 来来 喝 我跟你们说呀 我都好几天没喝酒了 是吗 咱家喝酒一个人没意思 说得好听 你那是怕老婆呗 来去 别瞎说啊 别怕老婆 是他怕我 怕我 你不敢喝就不该这样 还说他怕你 就是 他真是怕我 他把我酒后 酒后什么来着 酒后说瞎话 这位小兄弟啊 长这么大 只听过酒后吐 真眼 没听说过什么酒后说瞎话的 没这么一说 我不管这个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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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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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月同行赵秋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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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小孩一头牛啊 日月狗仙照 九照 敢问老伯 刘德家住哪儿您知道吗 你 你是 我呀 我从京城来 是给皇上当差的 你是替皇上来报仇的吗 他跟皇上有仇啊 我不知道啊 这俺们心里都明白 圣旨上都说了 你不知道 要不皇上派你找到这儿来 我只给你瞧啊 你看 拐弯那个就是他家 我告诉你们吧 九号土真言 他就是九号土真言 是吧 还有一句话什么呀 九状 怂人胆 胆子大了 敢说真话 你看你说 那现在有皇上给俺们撑腰 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哪有 你敢说啊 说啊 那我问你啊 分户的时候 你拿官府多少银两 二百两啊 二百两 明明是拿了一百两 你还说二百两 你这不是怕吗 这这 来来来来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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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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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弟 你醉了 喝醉了 来 喝 气不来 他气不来 喝 喝 喝多了 咱们这几个疯户的 就是你胆大 慢上 慢上 我没喝酒 怕 这喝了酒了 这什么都不怕 我知道你们怕 吃两个 不就是怕 说出来那二十井地 没了吗 可不是吗 人家可是给我们讲明白 两家 二百两银子 也扣下了 每户明明只收了一百两银子 可是账上 却寄了二百两银子 然后一分户 还多说二十井地来 这个账 咱们不会算吗 少一百两 就是少一百两 那凭什么不想说呀 大叔 大叔 今天咱们到此为止了啊 你喝多了 哥 我听说啊 皇上这两天 马上就要来了 皇上派的钦差大臣 已经到了县里了 这 万一我们把这事给说漏了 皇上不许分户了 拿到的地契 一收回 那 那怎么办 那皇上就 就不让 不让分户了 皇上上纸上说是暗户 没说暗老户新户啊 老户两年前查了一次 原本应该是十年查一次 现在才两年哪 那先生为什么要给我们分户啊 这还不明摆着吗 反正地又不是他的 地契不能掺甲 可是银子不一样啊 他拿地携你 谅你也不敢为了地 说出银子的事啊 那皇上对咱们庄上 可是有恩呢 咱们可不能合着火来骗皇上 皇上 对不起您啊 要我说 咱就是不能骗皇上 这可是欺君大罪 你 你没喝醉啊 你不喝醉了吗你 对啊 你不 你不是醉了吗 凭我的海量 就这点能把我撂倒 再来两谈也不在话下 刚才我趴桌上没逗 就是故意听你们酒后吐真言呢 这 刘哥 您就全当我们酒后说胡话 别当真啊 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 说胡话 谁说胡话了 我们这句说的都是真话 实话 别说了 实话告诉你们 你 本人是皇上特派钦差 刘博温大人的手下刘一 放刘大人委派 特来勘查此事的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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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别怕 带我禀报给刘大人 只要你们保证不喝酒 也能讲真话 刘大人就一定会在皇上面前 替你们求情的 谢谢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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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起来吧 赶紧起来吧 请问您是 请问 这是刘德的家吗 您 您找他 我呀 叫刘伯温 是京城来的御史钦差 有事向他请教 刘大人 我爹已经失踪三天了 求皇上饶了我爹吧 不是 不是 皇上并没有说要处置刘德呀 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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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您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好吧 那 那既然你父亲已经走失 我不找他就是了 请回吧 请回吧 好 多 多谢刘大人 好好好 那刘大人请慢走 快 快去吧 快 好 你快回去吧 快去吧 带大人 匆匆从黄庄赶回 要卑职协助查找 救援留下的刑思档案 他又这又干什么呀 再说了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救援刑思档案还能有吗 真是 有啊 卑职从残存的遗毒里 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就这样 可是卑职不敢给他呀 为什么呀 这份口供里 供出了八个孩子 有皇上领头 把刘德家的牛 偷偷地给烤着吃了 你说皇上 刚才我没看吧 大人是没看这东西 可是这东西 卑职看了 那皇上小时候 他把那牛 别说了 怎么了 还怎么了 你身为县令难道不知道吗 大明里有明文规定 凡是已涉及到有损皇家生育的记录 一律立刻封存 而且写十四个大字 严防扩散 凡是实现看了就犯了挖眼之罪呀 大人 先走我 我该怎么办啊 大人救我 大人 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二啊你 什么二呀 你算是二 到家了你 你算是二到家了你 救救大人 你可得救救我呀 有了 没有了 你可得救救我呀 你把这个遗毒封好喽 头一页上写上四大字 严烦扩散 然后立刻乘到 戴大人面前 就那个老书单子 这个戴大人呢 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你说戴大人 您可以去请教刘伯温 刘大人呢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那这个刘大人 他要是这么 他就 一样这这 卑 卑 卑植明白了 我何不得现在 就挖你这眼睛 真是 卑植 这就去办 爹 爹 吃饭吧 刚才啊 皇上派的青串来咱们家找你了 啥 看样子 是要抓你姥姥 你就是刘德吧 就是他 爹 大大人 您要杯纸给您找的东西 杯纸给您找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谁写的 这是杯纸写的 凡是涉及皇家的材料 务必要写上严防扩散 到时候皇上传你问话呀 你就这么一五一十说一遍 保管龙颜大悦 这样说能行吗 我怎么觉得是在蒙人哪 怎么是蒙人哪 这说明皇上是圣人 从小就能点石成金哪 爹 你就照着大人的意思说吧 赶紧回家吧 就等着皇上传你问话吧 这不对呀 七个小孩的口供都直指皇上 都说牛肚 被皇上杀的还烤着吃了 这让我怎么去除取经 去为存真哪 这刘大人就住在隔壁 不是让我有什么难题 去请教他吗 好 就怎么办 先生说得对 我盘回了逃出六等一干迁入的新户 确实有毛泥 听说他们是从附近射线迁过来的 好 你火速赶往射线 顺藤摸瓜 多长时间能打一个来回啊 我回到县城骑御马场的旋风 经验坚诚 明日午后可赶回凤阳 行 出发吧 我这儿已经水落石出了 就等你回来 咱们一切准备就绪 迎接圣驾 好 刘逸啊 明天一早 让他用马车 说把曹寺 曹石 一应人等 送到县城听我安排 还有啊 把刘德一并捎来 是 爹 您那账策也看明白了 明明白呗 赶紧让我也明白明白 不行 非得等皇上驾到方能摊牌 走 上汪文家取驢回县城 大人请 带大人 来 请 喂 陈相大人 这 这 这是干什么呀 大臣 喂 你还不知罪吗 这是罪 这是从何说起 从何说起啊 我问你 你为什么向县令周大人 索要救援行私档案 启禀丞相大人 老夫到皇庄去考察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老夫感到此时关系重大 定是呢 救援他迫害皇上 为皇上平凡 那是老臣的神圣侄子啊 为了慎重起见 老夫就匆匆赶回 向周大人 索要救案遗毒啊 这么说你都看过了 看 看过了 看过了 仔细地看过了 要是不看 怎么能知道真假 去尾存真呢 那你判断清楚了吗 他就是一时难以判断呢 所以我才把材料 放到刘大人的桌子上了 等他看过以后 我再请教他该如何处理 那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不知道啊 我 我犯什么罪呢 我来告诉你 你犯了蛙牧之罪 这 请城下大人再说一遍 你的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 难道没有研读过大名律吗 读过 读过 可是老臣忽略了大人说的哪一条啊 那好 周大人 大人 只给他看 大大人 凡是私字阅读 皇家隐私者 你不仅自己看了 你还要把他拿给刘大人看 你难道要连累刘大人与你连坐吗 不行 我得把文念取回来 我不能害了刘大人哪 站住 从现在起 从现在起 以大名利令 你不得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你被隔离了 城墙大人 我失去自由了 你不仅失去自由了 你将会被挖去双目 失去光明 就等着皇上亲自发落吧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没有我的允许 不能让他离开半步 是 那是 不想让我收到 你不能认为 说这也是 你刚才 冒费要 我不是 祝兔 你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